行政院坚持推振兴五倍券 初步预计中秋节会上路 一路用到明年的春节 实体通路都可以使用 唯独不能缴税缴罚单 苏贞昌说振兴券等于现金 民众听了就大骂 那你大关的薪水 要不要用振兴券来领 连民间党的民代都讽刺 如果发振兴券 能够振兴经济的话 你干脆一年发十次 台湾的经济就会变成世界第一 政院坚持罚五倍券振兴产业 初步预计五倍券 九月中秋节上路 一路使用到明年春节 使用范围包括餐饮 零售百货夜市观光旅宿 但不能用五倍券去缴税缴罚单 行政院怕民众存现金 坚持要花二三十亿印券 苏贞昌还说振兴券就等同现金 民众大骂 那你大关的薪水 要不要用券来领 跟唐山这样的念经一样 五倍券超好 那你自己薪水就领五倍券 怎么还会拿去存呢 还说民众会把这五千元 拿去买股票 拜托 你五千元能买什么股票 对民众太侮辱了 民意都已经反弹了 还一意孤醒 我觉得这个是 假爸挖腰 半家家酒 多此一举 行政院说发振兴劝 可以创造千亿经济效益 但不止审计部打脸说没根据 连绿营都讽刺苏贞昌太没逻辑 那如果三倍券五倍券是这么好 你一年发个十次八次嘛 用五倍券取代新台币 这个叫新新台币 用五倍券取代现金 那我们台湾的经济 可以突飞猛进 不但超越日本 而且追上了美国 我们会是世界第一 靠五倍券 台湾经济世界第一 在野党跟讽刺 你苏贞昌当初用券的方法 对经济就很不振兴 拿三千块去换了漫画 然后还爆童编 这哪里有一千亿的效应 根本没有 连行政院自己的花费方法 都没有的时候 不要再骗我 有什么一千亿的效应 没有 五倍券即将上路 如果券真的等同现金 民众希望政府 别要我们花一千块去换券 干脆直接发四千元现金 这些文章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PR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